全国家长会长联盟理事长潘品睿 第三次观看神韵 对演出深感敬佩 公益团体理事长许敬华说 神韵就是感动的代名词 美丽是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值得把它发扬光大 也很感谢神韵在全世界做这样的事情 真的感恩 潘品睿赞叹 神韵是现代人类所需 人的善 在这个科技的时代里面 其实往往被疏忽掉了 看到舞者 他们用深厚的功夫底蕴 古典的艺术的美 再加上这个道德 在里面融会贯通 这才是我们真正人类 现在更需要的东西 非常鼓励大家来看 而且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都有面临困境的时候 其实看了这个戏之后 它会给你很大的启发 也给你很大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方向跟憧憬 西唐人雅的电视 明师为方雅前陈岳秀 台湾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